歡迎回到前進新台灣 對岸的疫情如何 現在還是物理看花 雖然他會公布數據 可是那個數據到底可不可信 我們從這個醫院裡面的情況來切入 我請教清皇 醫院石家莊有五間醫院 他說要全部騰空 我也不收治什麼 你不管什麼病你都不要來 反正我就全部騰空 我要全力收治確診的病患 有沒有很詭異 就是說本來有可能有人會感冒 有人會跌倒會怎麼樣 我都需要看醫生 可是說現在沒有空離你們了 我們要全力救治確診的病患 這就是一個詭異的點 包括還有一件事情 我在想說柬埔寨之前不是講說 這個疫苗 我們不要當中國疫苗的試驗場 我們不是什麼垃圾桶 怎麼這麼奇怪 包括尼泊爾的官員 這個是印度媒體的報導 他講說印度的 尼泊爾的外交部長 跟印度的外交部長很快就要見面了 那在這一場會面的時候 尼泊爾也渴望可以從印度這邊獲得承諾說 可以得到武漢肺炎疫苗說1200萬劑 然後中國你的科興疫苗 也說要提供給我們 但是我們說我們比較喜歡印度的 怎麼樣來切入清皇 對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河北的這個疫情 他其實增加的速度超過中國本來的預期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剛剛說 那五間石家莊的醫院 他要把它騰空出來 事實上他在前天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幾間醫院 包括他第五醫院跟胸腔醫院在內 他就已經告訴你我們要先停診 那這停診的意思 第一時間很多人解讀說 你醫院這時候說要停診 是不是你有院內感染的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有很多的感染者 或者確診者還在外面啪啪噪 你沒有找到這些人的足跡 所以在這個時間 你為了不要讓這些人 混到醫院裡面去 所以你就先把它停診 然後現在看起來把它騰空 而且騰空這件事情貴 你剛剛講 我們從兩間醫院三間醫院 到現在五間醫院要騰空 他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河北的感染者人數 有可能跟後面實際的人數 有很大的落差 為什麼呢 各位去看 河北省這一次的感染者人數 人數到目前為止 六天的時間 你知道多少人嗎 304個 這算是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中國增加最快速的 而且是在河北省石家莊這個地方 六天304個 你可以算 它的成長速度也很快 其中有123個人 是有症狀的狀況 那另外呢 那一兩百個人呢 是有可能會出現症狀 目前都歸類為無症狀感染者 所以它的實際情況 可能比想像中嚴重 因為現在河北這一邊 相關的單位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他們更擔心的是 這些確診者到底去過哪些地方 所以貴啊 你知道第一時間傳出來說 好幾個人都去婚宴 不但去婚宴 而且還沒戴口罩 所以第一時間傳出來 你知道統計到現在 已經不知道第幾個時間了 你知道去有幾家飯店被點名嗎 總共有八家飯店被點名 這八家飯店有的辦什麼 萬歲宴啊 有的辦幫老人家慶生 那有的辦什麼滿月酒啊 有的辦婚禮啊 甚至還有一個確診者就跑了三家的婚禮的場合 甚至還搭高鐵去參加婚禮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活動足跡範圍比想像中多 結果到今天又多了一個最新確認的活動足跡 叫做宗教活動 各位可以看這張手版上面 這個是中國的媒體健康時報這邊寫的 它上面寫說 證實河北疫情軌跡是宗教活動 欸不對啊 你們前兩天不是才說是好幾場婚禮的婚宴活動嗎 那怎麼這個時間證實下來變成是宗教活動呢 不但跟你說宗教活動 下面還告訴你說 你看喔 這個石家庄 它的某一個村 小果村 小果莊村 它的負責人告訴你說 除了婚宴外 我們村有一些信教的村民 每週三週五週日 會聚集在一個家庭裡進行宗教活動 每週最少兩天 大概有幾十人都是歲數偏大的老人 還附上了一張照片 貴啊 我看到這張照片的重點是什麼 觀眾可以看 沒戴口罩 它的照片重點其實告訴你沒戴口罩 然後大家聚集在一起參加宗教活動 但貴啊 我想問一件事情 這些相信宗教活動 參加宗教活動的人 它是1月份才參加宗教活動嗎 是去年12月才參加宗教活動嗎 還是去年11月甚至更早 他們就有宗教活動了 應該是更早就有了吧 有宗教信仰的人 不可能突然之間12月的時候 在密集的宗教活動吧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偏偏甩鍋到宗教活動上面來 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再看一下 因為河北現在狀況很敏感 所以呢 現在這個時間 河北在做一件事情 也是中國其他地方沒有的 叫做什麼呢 叫做這個鼓勵舉報未檢測人員 經查證屬實之後 每人給500塊人民幣的獎勵 也就是說 如果有人落跑 沒有去做核酸檢測的話 你把它舉報出來 然後舉報出來 就給你500塊人民幣的獎勵 我拿到這500塊我就脫貧了 拿到500塊 舉報兩人1000塊人民幣脫貧 你舉報50個人 你可能就真的脫貧了 但是問題在於說 他為什麼要用這種舉報 500塊獎金舉報 這500塊人民幣的舉報獎金 其實只是告訴你一件事 有很多該檢測沒檢測的 他跑掉了 像剛剛智慎有提到一件事情 很少在這次疫情裡面 看到共產黨這麼快速的處分 河北有三個共產黨的幹部被處分 你知道被處分的理由是什麼嗎 被處分的理由就是 應該做核酸檢測的人 有一個已經確診陽性的 結果你們讓他落跑 所以因為他落跑 所以這三個幹部 就要受連坐處分 被下台負責 你知道嗎 所以他告訴你一件事 這個情況很嚴重 可是有點奇怪 我知道被懲處其中有一個是 好像副區長 他為什麼不是針對 比方說衛生的官員 就是說我一個副區長 我可能要管的東西很多 可是他卻是懲處了這個 督導衛生是這個副區長 所以他沒有懲處不到區長 而且他能不能落跑這件事情 就是你幹部要看好的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跟你講 有趣的是 你一看才發現說 河北這邊之前就曾經 去年 因為有醫生 不告訴你他的實際的骨足跡的狀況 導致有一百多個人密切接觸 所以整個醫院門診關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怕同樣的狀況 在這次疫情的時候再上演 所以不斷的下重手 連舉報獎金都要給你 結果現在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這個了 你看 現在已經告訴你說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婚宴導致確診的人 人數值在太多了 而且橫跨八九家飯店 然後甚至還有人搭高鐵去 搭各種交通工具去 所以現在祭出了最重腕的措施 叫做河北省必要的時候 可以取消推遲婚禮 也就是你能結婚不能結婚 這時候黨說了算 黨覺得這個時間你不行 他覺得你不可以 那你就不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 中國在河北這邊的疫情 擴散的情況 其實比大家想像中更嚴重 然後中國的 其實河北的民眾很憤怒 憤怒到什麼程度呢 要找原因 因為剛剛我們前面有提到 中國是這一次用官媒 批判河北這個地方 說你們動作太慢 甚至我也看到 當他們石家莊 發布記者會的那一天 其實很多人都在罵說 你們早該出來講 你們一直拖延記者會的時間 導致大家都不能確認說 確診者去過哪些地方 我們能夠不要去 那所以在這次中國裡面 他們檢討到一個對象 檢討到誰呢 那一個對象叫做石家莊市的市長 石家莊市之前的市長 叫做鄧沛然 他因為可能貪污跟嚴重 違法違紀的關係被抓起來 導致石家莊市沒有市長 所以你看他的鄉民怎麼講 中國的鄉民說 外地的朋友們 誰也別說 為什麼疫情石家莊動作這麼慢 市長幹什麼去了 我們市長半個月前被抓了 目前還沒有市長呢 結果這個消息 媒體踢了爆兩天之後 中共果然快速回應了 中共在今天回應說 我們現在趕快 代理一個指派的市長出現 一個姓馬的 趕快代理出來 你們不要再說石家莊沒有市長了 所以從這個過程你會發現 中共現在是被疫情 有點像擠牙膏一樣 邊擠邊走 所以他的疫情狀況 會嚴重到什麼程度 其實還有待外界的觀察 其實不只是你能不能結婚 包括你能不能夠回家過年 他都要管對不對 任君哥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當然有一些台商講說 為什麼政府不讓台商 回到台灣來過年 沒有這件事情 你是可以回來的 只是你要嚴守這個隔離 14天加自主管理要7天 那他們就罵政府沒人性 可是你知道對岸是怎麼樣 河北很多的地方 他就說外地的鄉親 這個農曆年 非必須不要回來 其實連過年 你要不要過年 可不可以回家過年 他們都要管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在很多地方的控管 事實上相對的變為更為嚴格 不是只有在國境的資門 這個地方管理 例如說你剛剛講說河北 河北自己包含到石家莊 石家莊裡面的搞城區 他們每一個地方 他們控管的其實都不一樣 那自取嚴格 我認為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疫情可能真的 不是像他台面上所講的那個樣子 我舉一個例子 您剛剛提到說 現在有5個醫院 說要全面要停診 他為什麼要全面停診你知道嗎 其實如果以石家莊 因為他們其實都有那個疫情通報 大家也可以上網找 這個數字你都找得到 他們在1月6號清晨開始 針對石家雙市的人 所有人開始進行這個採樣 那剛剛提到說 他有1100萬人對不對 所以如果按照他到昨天 就是1月7號晚上6點多 所發布的那個新聞發布會來說 他們總共採檢了多少人 610萬9085人 610萬人 還有400萬人 大概還有500萬人沒有檢測 還沒有檢測到對不對 但問題是完成所謂的 累計核酸檢測的 只有2416695人 那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 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不是要一採而已 我們現在在看這個檢測的時候 我可能不是只有做一次 那我已經搞了兩天 你看我採樣了這麼多 我還有一大堆人還沒有採到 可是我實際上完成了 這還不是叫做他完全安全 可以拿到綠碼的那一塊 那你想想看他後面還有多少天要搞 這是第一個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在6號之前 因為6號其實是大家已經發現到 他陸陸續續已經開始有 越來越多的病例發生了 而且是確診的 那有很多是無症狀的確診者 事實上是在6號之後 他數字變多 那你如果再往前推 你知道剛剛提到說石家莊的這個地方 為什麼大家會說交通的部分 要給他控管 我在網上還是可以大家找一下資料 他總共有一個國際機場 11個客運火車站 108個公交廠站 還有48個地鐵站 還有一大堆的這個運輸的東西 請問在6號 也就是他開始實施全部管控之前 這些地方事實上是全面開放的 那你想想看有多少人 透過這些網路全部都出去了 所以當他出去擴出去的時候 你說北京在這個時候 你天子腳下天子旁邊都一樣 你這些人都擴出去 而且你現在看得到 他們其實在發布的裡面 除了他有些確診的人 他會告訴你說他有一些其實是無症狀的人 然後他後來轉為是確診 那這種無症狀的人那表示什麼 你過去用你傳統的方式檢測 你是檢測不到的 這一批人可能手上拿的也是綠碼 他的通行證一樣是出去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他整體來講 他確實會產生很大的一個危險 就是說好 我們剛剛提到稿城區 在石家莊的這個地方稿城區 現在被列為是高風險地區 其他有大概10個左右 他們其實列為叫中風險 然後後面還有所謂低風險 可是現在就告訴你說 我全部都管控了 所以你說這個風險區 可能是他自己小區裡面 或他這個地方裡面 他們自己實施的比較嚴格 可是相同的來說 有多少人他們真正相信說 好你官方現在幫他做 這個大規模的檢測完了之後 拿到的數字是最真實的 你剛剛講那個其實有點可能會擔憂到的是 你的醫療體系能不能負荷 所以我趕快停診 我都要做這千幾萬人的 我就沒辦法了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按照我們一般的做法 你檢測要幾採才算數 那我如果要二採三採 那你就是一千一百萬乘以三 可是你看他們的官方動作都很詭異 他有非常多非常強硬的霹靂手段 可是你來看 為什麼剛剛青皇講說 石家莊是沒市長 他因為涉胎沒市長這件事情 過這麼久了 都沒人發言 因為習大大他重視的是什麼 我們就來看 我請教資深老師 中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 六號在北京舉行 他做什麼呢 習近平對於意識形態工作十分的看重 他居然不是在說 我們這個疫情要怎麼樣管控 他是在講意識形態工作要特別的重視 怎麼樣來看 兩個部分 先講他為什麼特別在重視意識形態的一個部分 事實上包括宣傳 包括統戰 這個是中共賴以為聲的所謂的兩把武器 所以中宣部跟統戰部一直一定是這個總書記 就習近平他們嚴格要掌控的東西 所以才會大家去年聽了一整年的大內宣大外宣 這就要塑造這個共產黨包括習近平本人的一個 所謂的統治的正當性 那去年統治正當性建立在哪裡 建立在習近平在去年年底的那個年終談話當中 他們叫做這個偉大的抗議結果嘛 還有還有一個就是全面的脫貧災冒 這是習近平去年最偉大的兩個攻擊 那今年才剛開始年初啊 怎麼可以河北爆發這樣的疫情 他就說我的偉大抗議成果就破功了嗎 當然不行 所以這件事情在整個的宣傳的口徑上面會轉向什麼 會轉向剛剛有看到說很多護士很多醫護人員 開始奮力的說要請願要到河北去抗議 像不像在武漢那個氛圍 感覺像就是在演啊 就是在演啊 對他演那個內宣的正能量 沒有錯那是什麼那是為了要為黨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形態 所以意識形態對習近平來講是一個鞏固政權最重要的工具 那在今年又特別重要 因為今年的7月1號中共建黨100年 這是習近平的一個最關鍵的這個門檻 他要過得了這個檻 他才能夠去想明年2022年的二十大是不是年任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特別去包裝 特別去強化意識形態的一個過程 其實我們注意到在今年年初就在1月6號之前 這個中共通過了兩個這個條例 一個是所謂的黨員的權力保障條例 一個是統戰工作條例 那內容是什麼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他在告訴你說 要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的領導 要堅決以共產黨做好全面性的統戰工作 這就都是在做什麼 就在做想盡辦法讓中國的民眾忘記缺點 忘記這個很冷 忘記疫情很嚴峻 只記得習大大一切的領導友方能夠帶領中國偉大復興 用面力取暖 對 用習大大取暖 對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好 我們看到的是 來看到美國的國會山莊 大家都有被shock到 非常的驚訝 因為昨天他們是被大批的群眾給包圍 而且發生了暴動的場面 看到演變至今 是美國的眾議院的議長裴洛西 還有警察公會 他們開始要就責了 說要讓負責國會山莊 有三個維安的主管要引救下台 我們一起來看 國會山莊外的示威群眾 昨天凌晨一度攻垮維安警力的單薄防線 讓義式殿堂頓時成了打卡景點 卸下美國近代史物點 如今風波平息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以及警察公會也開始就責 國會山莊負責維安的三名主管引救下台 成了這場政治風暴的犧牲品 但究竟為何失守 專家指出盲點 事件發生後 據傳副總統彭斯主動加派國民兵 禁阻為安 國會外也加裝鐵柵欄 防堵二波攻勢 但據傳美國極右派組織 下週將發起一連兩天更大規模的抗爭行動 主攻白宮國會以及最高法院 因此恐怕不只國會警察 整個警政體系都將面對巨大挑戰 在看川粉攻占了國會這個新聞 我其實昨天有形容說 我覺得中共或是習近平 他們可能都在偷笑 可是你也發現說低估了 他們不是偷笑 他們是整個笑得很大聲 整機回來 終於可以笑他們了 不過有一件事情 我們發現說 這個背後好像不是那麼樣單純 可能不是單純的川粉在裡面 因為包括有一個男子 他特別講什麼 他承認他是有人開機 請他去的 請他去做什麼 有一個網友曝光的一個影片畫面 一名男子說 我是收了錢 假裝我是愛國示威者 然後衝進了國會裡面的支持者之一 還包括國會裡面 共和黨的眾議員布魯克斯 他也發了一個文 他說我在兩天前 我就收到有Antifa 他們會來衝擊國會的警告 那Antifa他的組織成員 他是一個極右派的人士 這個背後有人開機 去搶 去亂 背後是什麼樣的陰謀 來 廷輝老師 對 這個1月6號 其實就是美國國會 在認證各州的選舉人團的 這樣的一個票數 那各州各州來 但是在川粉包圍國會山莊之下 後來就有人衝進到國會之後 當然這些國會的 這些相關的警察們 就開始還要包含 結合國民軍都在什麼 都在替這些議員保護他們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開會 然後逐步的也完成了這樣一個認證 所以其實這個川普總統已經 這個在白宮已經有開記者會 就是說承認這樣的一個 敗選的一個概念 就承認國會這樣認證 但是這當中就有一個 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因為在整個集會的過程當中 這個報名衝入到國會大廈當中 就有發現到幾個非常奇怪的人 因為這幾個奇怪的人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川粉們認為說這些不是他們的人 所以就有人在那邊喊說 安提法安提法安提法 安提法是什麼東西 各位應該非常知道 就是說安提就是所謂反的意思 法就是所謂的法西斯的概念 就是說當時就是說反法西斯的概念 基本上就被稱為叫做所謂的極左派 那這極左派或是稱為叫共產主義或是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 這是在這個整個川普在選舉過程當中 都極力在所謂的肅清的對象 那當然他們就藉著有人就說 藉著這一場所謂的川粉的集結的過程當中 就混到川粉裡面當中 然後就以所謂的暴力的手段 然後擊破這個所謂的窗戶 或是擊破玻璃 然後闖進到所謂的大廈當中 要採取所謂的暴力行為 所以就有人用警棍的方式 把這個安提法的成員把它拉下來 然後也經過所謂的相關證實 包含前FBI的一些相關幹員 都有提到說 這其實至少有一部車輛 安提法的一部車輛停在所謂的 川普的造勢 所謂川粉的場合當中 混入到群眾當中 然後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有人就講說 這個所謂的整場的暴力活動 根本就是什麼 安提法故意要嫁禍給川 川普的這個川粉的 所以就這整個現場是非常混亂的 沒有錯 但是等到最後的結果 當然就有人用識別的方式 的確發現到說有些成員 他的身上都有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安提法的 這樣的識別標記 然後還有所謂的這個成員當中 做臉部識別 也證實了說 有一些安提法的成員在當中 所以換句話講 這場暴力行為 大家說非常混亂 而這當中可能接下來 還要進入所謂的司法上的調查 我們知道這場 這個暴力行為當中 有造成五個人死亡 其中有一個是國會大廈裡面當中的 這個警察 另外 後來可是因為 CNN他有更正 他說那個警察的部分 好像是因為不實的這個部分 還沒有查證 所以我們就先扣掉那個警察好了 至少所有人員死亡了 人員死亡到底是怎麼樣的 死亡的方式 而這個暴力行為當中 這個安提法他的角色又是什麼 或是所謂的陰謀論 或是趁亂而為 或怎麼樣 不過因為我們比較慶幸的原因 美國民主方式是有他的自己的修補方式 那在很多的川普的相關幕僚 或者他的相關官員的表態之下 這時候川普自己也承認了 他承認這樣敗選 所以其實川普在這個白宮記者會當中 已經提到了他願意認證 所謂的國會做這樣的一個認證 然後接下來他也提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然後他說這些所謂的保衛國會的國民兵 或者是所謂的聯邦執法人員 都是他下令去派的 所以代表說他自己也是支持 這樣的一個法治的秩序 那不過他也在這個所謂的 告訴這些川普們說說 我知道你們很失望 但是我要讓你們知道 我們不可思議的旅程才剛起步 但重點是說 現在已經很多人都在研究一件事情 就是說包含彭斯 包含他的重要 像這個所謂的交通部長趙小良也辭職了 還有像國安會的這個所謂的副顧問 博明等等之類的都辭職 也有點像說眾叛清理 但是接下來可能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共和黨內部是不是分裂了 也就是說川普可能在想說 如果他下台之後 是不是可以領導整個共和黨 四年後重來 但是現在這個希望 可能會造成一些壞滅的原因是因為 他在最後處理這些事情當中 非常不好看 那和眾叛清理的情況之下 共和黨如果造成分裂的話 可能會有另外一派 不是挺川普的情況之下 而四年後會不會是川普了 其實很多川粉們都還在心驚膽跳的 因為他認為說 只有川普才能夠救美國 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 那的確過去四年來 川普的確做到這一點 但是接下來呢 因為川普在最後這個事情上面 處理的非常不是那麼好看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造成共和黨的分裂 那我們可能要繼續觀察 美國的內部分裂什麼人很開心 老共馬上跳出來 他的那個洗行余色 我請教褚英 我們先看到的是華春瑩 中國的外交部發言華春瑩 他其實是講說什麼美麗的風景線 他引用的是裴洛西那時候去酸香港的一個情況 他說為什麼你當年就講說香港暴動就是美麗的風景線 你們就是民主鬥士 可是呢 這一次美國國會的暴動事件 你就說是暴力事件是極端分子 是暴徒是恥辱呢 為什麼不一樣 當然他裡面完全是不一樣的成分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台灣政壇有人也跳出來了 是馬前總統啊 馬前總統他對港版國安法 他對黎智英被逮捕 他對泛民主派被逮捕 有什麼態度嗎 沒看到 可是呢 他現在在質疑的是說 小英總統啊 質疑蘇貞昌啊 你們對美國的國會暴力事件 為什麼保持寂寞 楚英怎麼樣來看 好 其實外交部呢 第一時間也說了 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就是 不是我們全球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所樂見的 因為畢竟美國是長期以來實施這個所謂民主選舉的制度 那麼有一定的這個政黨輪替交接等等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看了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也同樣是進行自由民主選舉的國家 我們當然看了也會覺得為他們捏一把冷汗 因為這樣的處理的過程當中 你要知道川普政府在過去這一段時間來 對於對抗中共 對於中共的威權 或者是他對於全世界的這樣的一個伸手進去 到別的國家裡頭 甚至國際組織裡頭 川普政府確實是擺出了一樣一個態勢 那當然現在美國這樣子的亂法 當然中國會非常的開心 你就繼續稍微亂下去 但是我想講的就是 這世界上有一句話 真的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這實在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中國你在面對香港的問題 以及現在香港人家自由民主選出來的議員 你都可以把人家通通說不算不算 我真的不懂 說DQ就DQ 說沒有撤銷資格就撤銷了 是的這樣的國家 你居然有臉面去笑人家說 人家的民主是大崩壞 我真的覺得太好笑 但是我覺得更可怕的是什麼 就是台灣的勢力 包括國民黨這裡 你在第一時間當中 你是不是也在配合中國的這個演出 然後去醜化 同樣是有悠久自由民主歷史的一個美國 我必須講其實國民黨內有許多人 他們是知美派 他們跟美國的關係其實 說實話可能建立得比民黨還要早啦 因為從這個當年中華民國政府到台灣來的時候 你自己就是一路這樣走過來 我只是覺得非常奇怪 只是在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為什麼反而是在中國的發言人講話之後 你國民黨的人陸陸續一樣 他們的腦袋就是他們的 就是跟對岸腦袋剛好就做結合了 沒錯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我必須說 就像剛剛也解釋了 這整個混亂的過程當中 到底是誰發起 然後到底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這對美國 他們自己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來講 他們無法如果順利交接 會引發許多的問題 包括川普為什麼 在一開始的說法是比較激動 但現在 在其他的發言當中通通改口 那是因為 川普如果沒有辦法順利讓政權交接 給拜登的話 這對於共和黨來講 確實是傷害的必須共和黨 這樣的一個政黨還是必須要走下去 他們四年之後 還要推出候選人 不論是他現在的龐佩歐 或者是他有人認為說 川普的女兒伊凡卡可能要來 但是這個政黨不能爛掉 所以川普包括他其他的閣員 包括他自己也都說了 他們希望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能夠平息下來 但重點就來了 我覺得國民黨 你再搭配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論述跟套路的時候 才是讓人覺得是更可怕的 任俊哥我們可以順著下去 除了華春瑩有表達 包括胡錫進也有表達 都是同樣一個套路之外 央視他們也動作很快 他有一個央視網 立刻寫了一個標題叫做 美式民主演砸了 整個演了都歪去 演了壞去 他說一場由川普的簇擁者表演的 全武行 將美國政客吹噓的 美國式的民主最後一片的遮羞布 給扯下來了 他們其實真的是 暗爽會到來上 所以他們是笑得蠻開心的 怎麼樣進步來看 因為這兩個其實訴求內容 剛剛除菫有講 是完全就不一樣的 我覺得中國大陸 當然現在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一定想盡辦法去抓這個漏洞 就你美國號稱民主國家吧 那你想想看 你們今天這個為了一個選舉 搞到有人衝進去或幹嘛的 這個完全不意外 但中國大陸自己本身 在做這樣的表述的時候 他可能忘記到 全世界現在正在關注 香港在這段時間這個大抓捕 那可能演的也蠻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就講說 這齣戲可能最少演個50年 結果現在看起來 50年沒有到的時候 那個普克牌大概說明了一切 因為你在那個普克牌上面 有被印到的 看起來都在這陸陸續續幾個 被抓捕的這個名單裡面 所以我不認為 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美式民主的這件事情 其實你看 美國在這件事情之後 他的民眾的反應 跟他自己內部官員的反應 其實我覺得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在突發事件完了之後 大家對於民主這件事情的認知 到底是什麼 你看像川普好了 川普現在很多人在批評他 因為你不管說今天是不是 有人刻意的說什麼假冒 什麼假穿粉 反正這個台灣過去有一段時間 也常聽到什麼假什麼粉 就不管這些東西之外 你會發現到 川普被很多人批評跟抨擊的事 他是不是在煽動他的群眾 做的這些事 而且你會發現到 他的政黨裡面的同志 其實並沒有挺川普的告敵 也就是他的副總統彭斯也跟你講說 他不覺得是對的 然後他的很多的這個 內閣的閣員陸陸續續的 就直接辭職 即使外界有在批評講說 哎呀你們已經被烙印上了 川普的方面的人 可是最早在這事件發生完的時候 他們用行動去告訴大家講說 他們也不支持這樣一個行動 而他們叫做同黨同志 我認為在這樣的一個裡面 你不要講說他是不同政黨裡面 發出不同的看法 連他自己的政黨裡面 都敢去做這個聲音的時候 那對照現在看起來 在中國大陸裡面 因為這個所謂國安法的這個東西 告訴你講說 你去參加一個選舉 而且這個選舉 只是你們這些團體 想要推派人出來 然後讓他們去贏得席次 那在那概念 你怎麼覺得 我說黨內初選嗎 就是我們先推出 有可能會勝選的人 我們自己要先投票或什麼 在台灣民主社會裡面 其實你常看到 而且你不會覺得說 這是很荒謬的事情 但是到中國大陸去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有些被抓捕的人 他其實是被冠上了說 你因為去參加這個 然後所以你其實是犯了 你可能要陰謀顛覆 這個國家政權罪 所以把你給抓起來 那你就會發現到 就是說當他今天去嘲諷 所謂美式的民主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更關注 那中國式的民主 他其實走到今天為止 他到底呈現什麼樣一個態度 有中國式的民主嗎 我跟你講他們其實認為 他們自己也有選舉 他們認為他們自己也有選舉制度 那香港當然是被認為 是在中國式民主裡面 很有可能走出一條的路出來 因為他一直告訴大家 他可以維持那個現況 而且甚至他也告訴香港民眾說 你們可以選你們的特首 你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從他一開始 從回歸到今天為止 不要講說香港被批評叫做 鳥籠式的民主 到今天為止有多少香港民眾 或者是這些所謂 被抓捕的這一些人 他周邊的人會相信講說 我真的還是有一個民主的存在 我的議員或什麼的 我的當選人 可以因為你今天一個行政命令 就跟我講說 你們是被撤銷資格的 所以我覺得美國的 這兩天發生的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大家都不支持 國際也沒有人說你好棒棒 你看你美式 這種就叫做民主 反正酸素後就跟你拚不跟你衝 我來不送我就跟你說 也沒有 川普到最後他也必須要承認 講說好 我的政權 其實還是要和平移轉出去 好 來 資深老師補充 是 我補充一下 其實這一次的事件 我們先不論他後面的成因動機等等 但是他確實被中國拿來作為諷刺 跟那個華春瑩講說 是不是一樣是那個最美的風景 這個說法 其實我覺得那種東西 就是把似是而非的這種混淆 因為你要知道 這一次的狀況 其實他的本質 確實是一個讓人痛心的 那等於大家對民主制度的一個諷刺 因為基本上那個根本的原因在於說 川普政府對於選舉結果的 一直這樣子的一個抵抗 那當然他有他的理由 那最後導致透過暴力的方式 所造成的 那警察開槍 這是因為你挑戰的是一個 人民民主的一個合法制度的過程 然後這樣的衝撞 而導致警察開槍跟人員的傷亡 可是華春瑩講的那個香港 他的畫面日記在目 那是一個偉大的公民不服從的運動 基本的起點就是你這個政府 根本就是基本上是採取一個暴力的方式 一個非常粗暴的方式 去去推動所謂的送中這個法令 去推動港版國安法 去大規模的抓捕 而導致的從香港的民眾到學生 大規模的上街頭 最後形成的這種公民不服從的運動 所以其實真的是 你把馮金幫當馬糧 然後把兩件事情 牛頭不對馬嘴的來做比較 這是我覺得為什麼 這些歐美國家的元首 會這麼的憤怒跟氣急白話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是你對民主制度的摧殘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都想到 是呀 中國一定把這個拿來嘲笑 嘲笑我們民主不好 嘲笑什麼東西 果不其然 可是我還是要講 本質上的差異才是最根本的因素 其實這樣的情況才反而看出來說 兩邊根本 一個是民主國家 一個是非民主的制度 這樣才是一個根本的想法 包括中國人有示威的權利嗎 根本就沒有嗎 包括在香港發生什麼情況 手無寸鐵 包括什麼十幾歲小妹妹 路過而已 要去買個什麼畫筆 也會出事 對不對 最可笑的是 這一次被抓捕了五十幾個人 他們的罪名是什麼 他們的罪名是 他們本來就是要聚集在一起 要思考說要提出35個人 要參與選舉 只是這樣子 被安的罪叫什麼 顛覆國家政權罪 不是有選舉制度嗎 那怎麼會顛覆國家 對啊 我們大家要準備一下 我們之後可能要來參選 這只是在規劃的過程 顛覆國家政權罪是判十年到無期徒刑 這樣子的風景 你說夠不夠美麗 所以我覺得真的 不要拿這兩件事情來做比較 是完完全全對民主制度的一種羞辱 也就是因為香港港府 大逮捕了泛民主派的人士 所以我們看到龐佩奧 他故意就發了一個聲明說 我跟你說 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craft 他要來台灣了 現在比較明確的時間也出來了 確定會在1月的13號 奧雷拜13到15號會來到台灣訪問 我們一起來看 去年美國刺青克拉克和神秘的美國高官相繼訪台 現在就連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也確定要來台灣 美駐聯合國使團宣布 克拉夫特大使將於1月13號到15號訪台 並強調美方強力支持台灣發展國際空間 1月14號在外交部發表談話 而這也是台美斷交後第一位訪台的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去年9月先是和我國駐紐辦 釋出處長李光璋共進午餐 留下令時性的照片 克拉夫特更在推特PO文強調 缺少台灣充分參與的聯合國根本是自欺欺人欺騙世界 現在克拉夫特確定訪台 外界也好奇我國接待規格是否會提升 外交單位國安單位會給予非常適當的禮節來接待他 也要尊重AIT跟美國方面的考量 儘管話說得保留 但根據了解美國駐聯國大使訪台相當罕見 雖然大使層級低於刺青以及部長 但台灣接待規格並不會低於這個標準 而台美關係大躍進 不只反映在來台官員層級提高 對台軍受傷也看得出來 美方日前才同意將這套野戰資訊通訊系統賣給台灣 讓中國氣得跳腳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最新推特PO文 並附上這一張我國國軍的照片 強調美國始終和我們是朋友 台灣站在一起 川普政府過去三年均售台灣超過150億美元 歐巴馬八年140億美元 還要大家自己算算數吧 13號克拉夫特就要來台訪問 相關細節外交部也在持續規劃中 但川普敢在卸任前派出高層級代表 或許也是要替拜登政府設下基準點 三日圈效果接受開台北報導 我們從龐佩奧他的聲明來看起 他聲明是怎麼樣寫的呢 他說嚴厲譴責香港逮捕50名的泛民主派人士 基於這一點 我很高興地宣佈 這是這個原因 我很高興宣佈說 我要派克拉夫特近日要訪問台灣 昨天在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確定日子 但現在日子已經拍板了 我說了13號到15號至今要來訪問台灣 然後他也特別提到說 台灣是可靠的夥伴 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 儘管中共試圖要破壞我們巨大的成功 但是他說台灣展現出一個自由中國 是可以實現的目標 然後這個是一個比較正式的官方聲明 他加碼在他推特上面 他又PO了一篇 他PO的是國軍的照片 然後上面寫說 我們始終和我們的朋友台灣 站在一起 川普政府過去三年均售台灣 超過150億美元 歐巴馬政府呢 很挑針 他故意講 過去八年怎麼樣呢 過去八年是140億美元 叫你去算算數學 一看就知道說誰的這個挺的力道不同 廷輝老師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蓬佩奧真的是非常挺台灣的 我是建議就是說 當他1月20號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蓬佩奧如果沒有任何官子的話 其實是不是台灣可以邀請他到台灣來 就算是川普沒辦法來的話 蓬佩奧其實應該要來走一趟 其實來看一下 他所謂的防衛台灣的一個成果 到底怎麼樣 因為照他來講 他也親自感受一下台灣人對他的樂 對 150億美元的這種軍售 事實上是個大數目 那對台灣來講的話 的確是增加了一些防衛上的能量 足以對抗中國大陸 那這一次派出這個 Kerry Craft來到台灣 這個事情 事實上我認為是非同小可 為什麼 因為Kerry Craft他背景不單純 不是那麼簡單的人物 因為他在小布希政府的時候 就已經被小布希派到聯合國裡面去工作 然後後來當然在這所謂的 歐巴馬執政的時候 當然他回到肯塔基 因為他跟他先生都住在這個肯塔基州裡面 那也是很重要的這個共和黨的一個代表 那也是共和黨重要的金主 現在我們看到盧比歐 這個非常請台的盧比歐 也是他的重要的這個支持的對象 還有這個國會的參議院當中的這個 這個多數黨的黨邊 也就是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麥唐納 麥康納 麥康納本身來講也是共和黨人 就是上這個我們剛在電視上 都可以看到這個年紀非常大的這個老先生 他也是這個所謂的 Kerry他們支持的對象 那後來Kerry被川普派到加拿大 擔任駐加拿大大使之後 在2019年的時候 被這個所謂的川普任命 他作為聯合國大使 那你知道在去年的時候 跟這個所謂李光章 在紐約的這個街道上 在那邊喝咖啡喝茶 這些畫面故意洩漏出來 然後接下來在9月30號的時候 他在做視訊的時候 後面還擺了一隻台灣黑熊 大家覺得說 台灣黑熊到底到底是誰給他的 當然後來這個有人提出來 就是說發把有些人 就提供給他的 但是後來就是怎麼講 就是Kerry他 在聯合國裡面都不斷的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支持台灣加入像WHO 加入國際組織這樣的一個聲明 那這一次其實說真的 他可以以這個所謂的聯合國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這樣的身份 到台灣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整個在外交上的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你不要說即便是說 這個是屬於川普政府的 川普政府實際上沒幾天 可能國民黨的一些朋友們 會在酸言酸語說 不是準備要下台了嗎 怎麼還這些人來 或者是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會這樣子酸言酸語 講這些話 但是重點是什麼 他還是川普政府在位的時候 也是在什麼 1月20號以前 在法定上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這樣的身份到台灣來講的話 而且在1月14號 準備在我們外交部的這個 國際事務學院當中 也發表一個公開的一個這樣演講 那這樣的一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的確 美國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一塊 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接下來的話 美國怎麼去結合其他國家 包含接下來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他怎麼採用多邊主義的方式 怎麼結合其他國家 來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 或是加入其他國際組織 這個我覺得就非常重要了 好 庭文老師也有提到說 其實這個非常難得 因為這是台美斷交之後 第一個 在任的駐聯合國大使 來訪問台灣 那我們看到學者是怎麼樣看 我請教褚英姐 我們看到的是 台灣智庫執行委員賴宇中老師 他是說 他覺得美國對台灣的這個支持 現在看起來 兩黨都是一樣的 他是不分朝野的 那川普建立了一個慣例之後 減少未來台美關係之間的這個主力 也是立下一個前例 那如果說你拜登上來之後 你是不是說 你本來想要突破 可是你會覺得有一些障礙 但是我幫你已經先突破了之後 你可以立下這個慣例 你就照著這樣走就可以了 我非常認同賴宇中老師所說的 這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但是總要有人跨出第一步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們去登山的時候 我們常常是走著 前人走過的路 然後我們踏著往前走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是 就像我們提到的 台灣確實過去一直在加入 國際組織遇到狀況 就是因為聯合國的部分 那麼台灣明明就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我們要去申請加入 許多世界組織的時候 常常就是因為 在聯合國底下我們沒有辦法 取得一個這樣的 名正言順的位子 我們其實過去 每次只要開到 遇到聯合國開大會的時候 我們的代表 其實多次要去宣揚說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 然後我們曾經 一再地告訴世界說 我們在這裡 然後我們也是世界公民的一部分 從台灣Can help 到現在台灣Can join to the UN 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們希望的 所以當然我是非常樂見 就是Craft在13號到15號 這個時間來到台灣 因為它代表的是什麼 許多人像國民黨就會講說 這沒效啦 什麼政治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要卸任了啦 又來畢業旅行啦 我想講的就是 這樣的一個政治或是實質上的 政治的意義是大於實質上的意義的 很多事情你這樣第一步走下去 為什麼 因為美國聯合國的大使來到了台灣 證明台灣這個民主的國家 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存在的 接下來下一步 當我們要做更多的國際參與 或是國際的交流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個潛力可循 所以這樣的一步 我們必須要說 這一個聯合國的大使 他代表的絕對不是 只是代表著 共和黨的聯合國大使 他代表的是 美國在聯合國的大使 言下之意 我希望國民黨的其他人 不要再去寫這樣的文章 其實我不願意講出他的名字 但是從他通篇的臉書當中 身為曾經是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然後你去對Craft這種女性的這種特質 然後去多加污蔑 我只能說你真的是有病 你應該是有厭女症 所以才會在臉書上面 把人家美國聯合國大使批評的一文不值 但是我想講的就是 所有的政治的外交 都是一步一步的突破的 在2000年的時候 我在當記者的時候 我們來去跟著陳水扁 呂秀蓮去國外採訪到美國 我們是要玩桌迷藏 然後我們要偷偷的 去被帶到其他地方 然後去做參觀 然後不能去訪問自己的總統 到現在我們蔡英文總統到美國去 可以公開開記者會 這就是一步一步墊下來的 所以我非常看好這一次的訪問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從對岸的產業危機來看起來 之前我們說他們這個地產 不是有一些崩潰泡沫化的問題 這一次一般來講 電動車其實是一個時代的趨勢 不過在對岸的電動車 它這個標題叫做沙塵鴻海 什麼叫做鴻海呢 血流成河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好 說到電動車不是非常夯嗎 我們看看 包括首富的位置 就是因為產業的關係 有人做 來 打敗了貝佐斯 特斯拉的股價破800美元 所以馬斯克成為全球的首富 這個是在美國的情況 但是很奇怪 剛剛我們不是講說 血流成河是什麼狀況呢 中國的電動車說沙塵了鴻海 我們看這一行就好了 前年起有一些汽車大廠 包括什麼拜騰 伯駿 前途 賽林等等 紛紛破產或者是停產 這是怎麼一回事 清晃 因為你知道對中國來講呢 動不動就喜歡彎道超車 特別愛這幾個字 然後你看這樣 所以他們認為說 電動車的領域呢 是他們可以彎道超車領先世界的領域 他們認為他們只要切入得早 中國做的電動車 就有機會征服全世界 所以你看這種類型的想法 就讓中國對於他自己的電動車廠的補貼 新能源車廠的補貼 哇 就大手筆的補貼下去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很多家中國的新能源車廠遇到的狀況叫做量產 什麼叫量產呢 就是破產加停產 叫做量產 那有哪幾家呢 跟大家講一下 比如說伯駿汽車 前途汽車 賽林汽車 這幾家都是遇到破產加停產的狀況 那更慘的還有一個叫做詐騙 什麼叫詐騙呢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賽林汽車就是被人家詐騙 那你剛剛聽到這三家 你覺得好像也沒什麼 錯 每一家中國政府幾乎都補貼 在家借他錢至少花了上百億人民幣以上 所以折額台幣都是四五百億以上 結果最後只有做幾台車子 這幾家車廠每一年所產出來電動車的數量 賣不超過三十台 所以你就知道剛剛那三家中國做電動車廠 賣沒有三四十台車 但是中國政府都補貼了好幾百億進去 你想想看錢花到哪裡去 是政府被詐騙了吧 中國政府被詐騙 納稅錢也有被詐騙 銀行也有被詐騙 然後現在你就看到中國活下來的只剩下什麼 未來汽車理想汽車比亞迪這幾家 但這三家現在又遇到一個大對手 遇到誰呢 遇到特斯拉 所以在今年過年 就是一月一號一月二號的時候 發生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呢 你看到特斯拉說 我在我的運動休旅車車款要大降價 一降超過台幣六十萬以上 馬斯克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想說只有中國人會台價 不要以為只有你們會降價會殺價 我馬斯克也會 馬斯克一降完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在一月一號跟一月二號那兩天 十個小時的時間 特斯拉的官方網站當機 未來汽車的官方網站也當機 為什麼呢 因為下了十萬筆訂單去給特斯拉 太多人要買特斯拉 結果當機 結果未來汽車為什麼當機呢 因為太多人要退訂單 所以當機 所以你就會發現 就是對即便中國的民眾來講 你告訴他要愛國性 要愛自己國家的國產品 但是遇到真實的情況 特斯拉降價 蘋果降價的時候呢 他還是去買蘋果 他還是去買特斯拉的電動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在這件事情裡面呢 有人不爽了 誰不爽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 被特斯拉搶走訂單的未來汽車 他的高階主管不爽了 他的不爽是怎麼樣不爽呢 你看喔 這他高階主管發出來的社群網站資料 他說 羊排跪著舔 跪來蹲著看 意思就是 這些去買特斯拉的中國人 你們是去跪舔羊排 所以你會發現這種講法 講下去呢 其實坦白說 只是陷入一個民族主義的情緒裡面 但是特斯拉賣得很好 這就是事實 而且馬斯克坦白說 你知道特斯拉的供應鏈 有很多其實是在台灣的 那在台灣的這些供應鏈 你知道當時馬斯克 在做電動車的時候 他其實因為下單的數量不多 在剛才開始做而已嘛 沒有幾台啊 所以全世界沒有什麼廠商要幫他做啊 結果誰幫他做 台廠幫他做 所以各位可以看這張圖喔 這張表上面列的密密麻麻的 你看 陳鴻啊 雅光啊 童星啊 劍和星啊 廣達 合情月底 這張上面列的密密麻麻的 這張都是台灣廠商的特斯拉供應鏈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當時特斯拉是來台灣 馬斯克來台灣 台灣的這些廠商說 好啦跟你拚啦 就是跟你賭看看 看有機會沒有機會 所以就陪著特斯拉跟馬斯克開發 結果沒想到一下去 你去看台股這些 特斯拉概念股的表現 幾乎都是漲翻天 光是舉一家 光是這裡面有一家叫台達電 也是特斯拉的工藝商 它的股價從去年到今年 11月 10月份的時候 到今年11月的時候 股價從一股170幾塊 漲到300塊 你看漲得多不多 你就知道 特斯拉供應鏈的效力有多微 然後呢 我們很多台廠 幾乎都是陪著特斯拉 一路辛苦的開發過來的 很多都是老的 像這個劍和星 是做電工的端子廠 這個是很老牌的製造業 它當初沒有人覺得說 你之後有什麼了不起的發展 但是 因為搭上特斯拉供應鏈 讓它的股價也翻了好幾番 大家都認為它就是特斯拉概念股 可是這裡面就講到一件事 很多人就說 你今天台廠可以做的 中國也可以做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講 沒那麼簡單 因為是車子 安全第一 所以你做出來 像這種車用端子 你要通過歐洲的認證 通過美國的認證 通過甚至中國自己的認證 你要都通過了安全認證之後 你才有辦法打進汽車供應鏈 你知道至少都要花多久時間嗎 光是要通過這些認證 要好幾年以上的時間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一家 好 昨天看到我們的酒棚基地 有一個非常威的畫面 就是這個飛彈試射出去 那說試射成功了 在1月7號的時候 無限高飛彈試射成功 那我們看到中科院說 加速要量產我們的工三飛彈 它現在測試說真程型 射高的部分 它不是遠遠距是 射高的部分就有60公里 任俊哥怎麼樣來看這個消息 我想現在大家其實在對於這個 工三的增程二型 一般外界來講認為它的 因為它的工三本來就有在 200公里左右的這個射程 所以如果是它增程二型 外界預判應該會打到500公里遠 那這500公里遠 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我可能不見得是發展 叫做對空的這個飛彈 我有可能會變成是對地 在源頭進行打擊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當然對這個測試來講 因為大家會比較關注說 它原先射高的部分 是設定是在無限高 不過您剛剛特別提到說 它看起來那個射高 實在只有60公里左右 所以我認為它第一個 當然是進行一個測試 對 它當然是進行一個測試 因為真正它到整個發動機 測試完成之後 它裝到彈體上面去的時候 我相信它有不斷的 很多的這個測試要出來 那我覺得這裡面 其實也代表的是 我們可能在建軍思維 跟我們防衛固守的概念裡面 事實上也又跳脫了 往前跳了一大塊 就是說我們不再只是被動的說 我只是單純到別人進攻我的時候